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们是Maureen 我来是Tam Chia 欢迎来到Chia Local 一个节目 邀请客人来带我们到他们最爱的食物探 今天我还有我 周秋明 哈喽 大家好 敢敢做个开心人 哎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要说你看我的心长大了 对不对 对嘞 真的 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 我们要来吃好料 对不对 没错 今天呢就来到大巴窑 带大家一起吃我童年时候呢 所吃的一些好吃的食物 我不能等待 让我们去吧 我们在Tam Chia Local Lauren Seven Food Center 哇 好早哦 Good morning Tung Chia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从小就住在大巴窑 好像从小童年那段期间 都是来这个Hawker Center吃东西 所以对这里的美食特别的有感情 那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一家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面类的东西 那么从小就接触了这个所谓的福建面 当你问我什么是福建面 我就觉得就是这种 当然外面有很多好吃的 很丰盛的 丰富的 很多料的 但是我很喜欢回归到那比较简单的 放肉 放米饼 比较小虾 碰菜 这类的 这次好像是小孩子吃的东西 然后对我来讲 很有感情 我肚子饿了 我们拆动先 好吧 来吧 来吧 大哥 你在吃什么 在吃呢 是米粉咯 哇 其实和米是虾面 通常人家都是点米粉面 对对对 米粉或面 很少有看到档口有米粉 米泡 我在吃的呢 就是米粉米 同样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它 酱汁是分别的 如果我加入酱汁 它就会混合 那个面里面有瘦肉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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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你看 这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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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嚼嚼 过瘾了 它是一个很古早味的感觉 很古早的 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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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很像大家现在吃 比较 modern一点的 我觉得传统的传统的传统 不是只关于传统的 传统的 酱汁和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是小辣 你知道 当它煮得很好的 它没有那么香 然后这个 它跟传统的传统的 看看那个汤 来 哇 这样吗 清 可是它有那个 虾的清甜味 还有鲜虾的味道 对 重点 你试试看啊 吃完之后 你们觉得会口干吗 如果你口味了 它很干就说 它没有什么方便 对对对 而且哦 我刚才就给博德去问一下 Uncle哦 他跟我讲他5点半就开始了 5点半我 我可能刚刚起来喂 除了这下面干 我也点了另外一样 排骨汤面 对 好 大块啊 这块肉 对对对 其实它的排骨 跟普通的排骨不一样 对 应该有腌制过 有腌制过 对 它有一股那种 香甜味在里面 就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档口哦 其实是一个很 unassuming的一个档口 我经常来这一间小贩中心 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一家店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家在这一带 应该算是小有名气 小有名气哦 我几乎来一个礼拜都会来吃上一吃到两吃 我从他妈妈的手吃到现在他的女儿接手跟儿子接手 他妈妈已经95岁了 95岁 对对对对 我从小吃到我老了 所以我希望说他们会有人传承下去 然后继续呢把这种所谓的传统的虾面呢 给发扬光大 所以下一站呢我会带大家去吃 可是我从小时候吃到大的猪肠盆 在哪里 后面 OK 我们的早餐第二个 是的 刚才我在档口排队的时候 哇 长久了 你的最爱早餐 来介绍一下吧 猪肠粉 粥 炒米粉 五桃 瓜油 糯米饭 那我们就开动吧 来吧 来吧 这种款我还是喜欢吃比较传统的 因为现在的花样确实太多了 所以那种单单的只是一些 酱汁 只要脏面 我觉得OK啦 说得很对啦 现在的猪肠粉太modern了 很多 pattern啦 对对对 传统的猪肠粉就是这个黑酱 是 它淋了一点油 他还跟我说 出名吃的哈 我说是是是是 OK 出名吃的我懂 没有 你就这样吃 因为你稍微淋多一点点 那你吃吗 你稍微多一点 我们跑美食跑了好几年 我们每次一直在很努力的去追寻新的东西 是新的款式的猪肠粉 可是我自己坐下来 真的想吃东西的时候 我不会去吃一个很奢华 还是很贵很什么的东西 我还是会回去原点吃粥啦 吃这种饭啦 而且我记得以前我吃他们家的猪肠粉是用 豹脂 哦 哇 然后也会成那个透明的那个 blastick 对 然后放 所以我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咯 嗯 这就是早餐耶 这是豹脂的味道 哈哈哈 那就跟猪肠粉相似的呢 就是芋头糕 和你酱子就都一样了 嗯 因为那个芋头那个香味 酸耶 很酸 大哥你一定要吃你的花生粥哦 阿姨特别做给你的 爱心粥 反正那个味道 就是很传统古早味 然后花生啊 还有鱼饼啊 那鱼饼哦 鱼饼丝哦 对 对 现在给你吃的就是点心的早餐哦 它不单单只揍哦 可是当你吃起来呢 还有一股香味在那边 那好 那这样子哦 第三间哦 就由我来带你去吃 可是我知道这一间哦 你也很喜欢啊 因为我们两个 都跟着那个两姐妹哦 很熟 对 有一句话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哈哈哈 Yes Let's go to the third stop 大哥你介绍了两家好吃的早餐 现在到我了 青山菜头柜 我知道你也很喜欢 没 从我自己介绍的菜头柜呢 我跟你说 吃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觉得特别的是哦 他们是自己手工做的那个柜 已经很少人有这样子做了 对 他们花精的心思 去做出来你的口感啊 吃啊 都觉得不一样 而且第二点很特别的是哦 如果你看到哦 我们叫了一盘没有辣 一盘有辣 它的辣椒是抹在上面的 对对对 它在那里成长抹得很均匀的 所以它没有像哦 我们通常吃菜头柜都是 辣椒放旁边 对对对对 这个是直接抹在上面的 而且我觉得它有种尖的感觉 没有 所以你吃起来 你的咬劲吃不掉哦 外面很脆到里面 松松软软 OK 我们来试试看 它的哦就是很像 奥米饭这样扁扁的一层 鸡蛋很多 真的 好像脆到哦 你咬的时候 有点细定焦 又还没有焦的那种感觉 所以咬起来哦 特别的爽口 所以真的是炒功力跟烤它的实餐的新鲜度 因为它没有加入很多什么的 其他的那种虾啦 有个没有的呢 它是纯粹贵咯 太不好鸡蛋这样咯 所以烤它的功力 它的火喉 真的是很原始的一道味道 而且哦它的特别是哦 通常人家炒 Carrot Cake哦 就是直接把那个粿 倒在那个盘子上面 然后淋那个鸡蛋高丁嘛 可是它的不是 它把那个粿哦 放进去它的鸡蛋的那个桶里面 淡姜 搅了一圈 对对 它确定每一个粿都裹着那个淡姜的那个香味 它的鸡蛋包裹着那些粿蛋里面 所以吃起来呢 这边有口感 淡姜 It's like omelette I love it 哦就是桑巴辣椒 不会辣 它带一点甜 好吃 真的好吃 因为我有那种 Nasi Loma桑桑的那种感觉 好 这一摊呢 是两姐妹一起在做的 好多年好多年了 从以前我在报馆的时候哦 我就来这边吃 到现在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认识是因为 之前哦 我有举办一个 Hokker Festival 我聚集了很多小贩 一起做一个慈善节目 那两姐妹说 我们参与 全部的钱不用拿 Cost也不用 你拿去捐出去 哦 那 从那时候到现在哦 哇 很难忘 嗯 他们每次说 他们下午才晚 可是哦 不可以啊 你一定要找到哦 可能大概12点 我吃起来就可能晚了 哦 也说11点了 而且 要排队这很久 对 起码要一个45分钟 起码吧 最喜欢哪一个 辣的 一定是辣的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 它的辣椒不是当在辣 它有Samba辣 Samba很香 所以要把整个柜呢 平衡到另外一个 真的是 我觉得很多的 Carrot cake的辣椒哦 它只是放在旁边 好像感觉有点点缀 就是因为新加坡人 喜欢吃辣 所以我就一试一试放 它没有一个意义在那边 对 可是这边的Samba哦 真的是因为有了Samba 让这个菜头粿变成不一样的 它单独是白的 没有黑的 耶耶 所以这里是烤公立的地方 虽然哦 它这里没有黑的Carrot cake which我很喜欢吃的 可是我会特地哦 下来这边就是吃它的白的 就因为它非常好吃 非吃不可 好饱哦 真的很饱很饱 我今天要把早餐 午餐 晚餐 一直过呢 吃到完了 所以你最喜欢什么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那个 虾面 虾面 对 虾面干 辣椒多 我呢 最喜欢我的Carrot cake 我知道 刚才说你刚才把Carrot cake 几乎吃 猫脸并饭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大巴胶还有很多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找 值得我们去吃的 没错 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就在这里 是 谢谢大哥来上我们的节目 别这么说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这节目 如果你们喜欢 请点赞 和留言 你会想让我在这节目上 请不忘记订阅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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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封